我有一个非常异想天开的想法 在我们中学课本里面 我们学过一个东西叫做生物圈二号 这个东西是美国人在1987年 做过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尝试 他们建造了一个非常大的封闭的区域 这个区域里面的空气水土壤都不能和外界交换 唯一能和外界交换的只有太阳光打下来 还可以透过去 他们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尝试呢 就是看在一个封闭的区间里面 人住进去 然后能不能只靠这个阳光过来 实现自给自足自力更生 他们当时是有四男四女进去 然后呢在里面待了两三年 之后这个项目就失败了 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是在生物课本上面学过的 这个项目对于全人类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尝试 但是我认为这个项目 它的世界上有两点不足的地方 第一点是它既要有海洋 又要有湖泊 还要有陆地 还要有草原 还要有沙漠 它什么东西都要有 但是有些东西也是可以去掉的 你搞一个沙漠在那 它有作用吗 你搞3800种动物和植物在那里 它们真的就能发挥出作用来吗 地球的生态平衡是上亿年的成果 但是你连生存都没有办法维持 你就不应该追求物种的多样性 我认为这个项目第二个问题在于哪里 就在于这个项目它想要完全的自给自足 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 就像是火星救援当中所展现的情景 人们在火星基地生存 它吃的东西主要来源于土豆 而土豆的生长只需要有块地和一个种子 它就不需要开花结果 它就不需要受粉 不需要很多其他生物的帮忙 那这个系统就能做得非常的简单 你这个项目最终不需要你100%的实现自力更生 你只要实现99% 98% 这个项目就是足够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说把人送出太阳系 他再也不回来了 那样的情况他需要100%的自给自足 如果我们是考虑移民火星的话 那随着移民的过去也会带一些补给 也是可以的 只要允许带补给 那么这个项目就非常容易成功 我觉得就得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就好比上世纪苏美两国的太空竞赛 其实就是把卫星发上去 当时卫星还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 但是就是比谁先把这个卫星发上去 后来卫星有很多很多的作用 那是我们人类逐渐发现 它有很多奇妙的作用 做这么一个系统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如果说你建立一个小的系统 不断的改进 有朝一日 只要有太阳光 它就可以维持自己的循环 那么我们人类就可以对地球不造成多少的污染 就能生存下去 举全人类的力量去研究清楚 怎么样让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实现自己自足 这件事情本身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我觉得中国人来做这个东西最合适不过的 美国虽然有马斯克 但是我们在这些地方可以比别人更先一步达到成功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证明自己培养民族自信的一个方式 而且这个东西应该不会花当初那么多的成本 今天我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 人类会崇拜英雄 会崇拜一些有超能力的家伙 就比如我们崇拜马云 马云在也许五年之前 他整个人都是非常传奇的 是奉为神明的 但是等到他没有再做出新的东西以后 其实人们就会对他失望 就好比一个英雄 他应该在最后一场战斗当中 最后一个战死 然后天下就会传承他的美名 对于乔布斯来说 他创造了苹果 他经过一路坎坷 最终把苹果带向了一个 世人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新的高度 然后他就死了 他会继续被全人类所铭记 但是倘若乔布斯做出iPhone以后 他身体仍然健健康康地活到了现在 然后他再死去 他其实不会有当初那样的威名 不会有当初那样的高光时刻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英雄 他人们对他的这个信任和期待 其实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和贬值 只要他还一直活着 所以也许马云 对于像马云这样的人物来说 他现在在海外过得很逍遥 很潇洒 但是如果说他有一些办法 把钱用在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上面 能够重新冲击大众的认知 让人们能够发现 这个人他即便成功之后 他还在不断的倒腾 他没有只是沉溺于生活的享乐 那我觉得如果我是马云的话 我愿意花这么一个钱 所以厚颜无耻的 希望马爸爸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然后去资助这么一个项目 来找找人把这个东西做起来 我觉得会非常的有意义 感谢观看